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到了差不多有100多张图片的大家的各种穿搭 然后我觉得很神奇 平常没有见到大家那么魂远啊 其实我一直还蛮好奇 就是大家穿搭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之前大家发给我的时候 我有各种震惊 因为觉得大家穿的好不尽相同 大家准备好了吗 Let's go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张图片 一看就是 现在感觉 就是潮一点的男生都会这样的穿搭 就是牛仔 外套 T恤 然后破洞 黑色牛仔裤 加一双椰子 可以找得到漂亮女孩子 作为女朋友的穿搭呢 虽然我不知道脸怎么样 总的来说还行 这个人有点自恋 又给我发第二张穿搭 可以把它 甚至男生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鞋子 不过女生也是 它配的还是挺好的 你看就是我觉得就是会给自己加一些视频的男生 就是比较精致的 首先呢 至少这个同学拍照 他会找地点对吧 还会在一个图压墙面前看 还行吧 挺好看的 你叫我点评男生 我真的很难 但我觉得你的眼镜给大家换一换 这个眼镜 有点像苍蝇眼镜 就给你这件穿搭 降临了很多分 穿着草莓裙子的可爱女孩子 我觉得非常的软媚 就很像我们团 就是SH刚进团的一些 16、17岁的小女孩子会穿的类型 然后就是很容易 激起男生的保护 预备式的肌肤 柔软的发丝 我感觉带着香气的脸蛋 可爱 姐姐爱你 哦 这张真的是 算我的女孩子都好瘦小 好鲜瘦啊 这不就是古时候的西施妹妹吗 这个轻飘飘的小纱裙呢 还是挺适合她的气质的 比较文静小清新的女孩子 这个包对于这个裙子来说 是过为时髦的 我觉得他们两个是不搭嘎的 然后这个包可以配 更为简约一点的衣服 然后也可以适当地给自己的头上加点 擦了个小夹子什么的 我看到好像她有夹 还不错了 哦 刚刚 还是刚刚那个女生 立刻就变得不一样了 果然衣服不一样 人的气质就会变得不一样 我觉得她就是 这一身都是同色系穿搭嘛 搭衣服的话 如果你真的不会搭 各种色系的搭配 你就把同色系 差不多的搭配 搭在身上就好了 嗯 是一种安全的方法 然后我觉得她搭了就很好 哦这个有点太诱人了 首先呢 我觉得白丝 就很可爱啊 然后其实我个人是没有怎么穿过裸裙的 但我一直都觉得穿那样子的女孩子 就是感觉个性很温柔啊 小公主一样的感觉 就很让人想要心生恋爱 我觉得女生这样子提着自己的小裙子 在镜头前拍照的感觉 就很可爱 哦 哦 小月轴过年了过年了 这种像日系写真JK风 这种就感觉是我就是看到写真 会想要存土存下来 或者想要买她的类型 就好像带着这样的JK系女孩子去 去海边 然后挂着海风 然后看看她美丽的脸庞了 嗯 然后明明是在平常穿搭 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就搭得很好啊 嗯 接下来这个女孩子的穿搭 就是感觉像是比较文艺范儿一点 我觉得就是女孩子戴戴贝雷帽啊 秋冬的时候穿穿大衣啊 就是非常的文静 文雅 有没有气质 或者穿这种蓝色的连衣裙 感觉也像是不错的选择 这条裙子有那么一点点法式小风情 然后我个人是喜欢这个女孩子的这一套 我觉得她是加的最好 如果冬天冷的话 可以穿穿长裙 然后你长裙的颜色 跟你贝雷帽的颜色 可以相呼应 就比较加分 红色配蓝色 其实是我觉得一个还蛮不错的色带 一般吧 很潮的男孩子 都会把自己的袜子 包进自己的裤脚里 虽然有的时候我不能理解 因为这样子 我会觉得真的很显腿短 但是他们还是这么做了 我觉得就是很有勇气 所以我觉得一般觉得自己不矮的男生 就会这么干 所以想必须 就是对自己很有自信吧 然后再穿上这种潮牌 就是冲锋衣对不对 就是如此的露出自己袜子logo 鞋子logo 感觉自己是个潮男了 有祸小男孩 就这样的 渐渐往奇怪的方向发展 男生吧 你搭一套运动衣的话 你其实是需要叠穿的 就是你卫衣里面不能不穿衣服 你得穿一个至少是白色打底 或者是其他颜色打底 就长于你的卫衣的 然后露出那么一截 对 而且就是这样子穿的话 让男女生会觉得比较精致 就说 哦你里面还穿没衣服 你好精致 就有人说这个穿法是一只要把自己的袜子 搞到那个裤子里面去了 嗯 学到了呢 我也要如此 感觉像是最近国潮会经常会出现的这种 配色的感觉 我觉得我很喜欢 就是最近对这种衣服挺爱兴趣的 而且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男生这样子的穿搭的 然后再配一个腰包什么的 我觉得还不错哦 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吧 但是你这身装束 我觉得可以配一个更加简单的鞋子会好一点 就是感觉你白色的上衣加上牛仔裤 你再配一个这样子的熊帽鞋 感觉有点抢 过于抢劲 哦 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不错的穿搭 首先呢 我觉得这个男生他的身高就是很够 所以就是穿一些阔腿裤啊什么的 也会显得自己非常的修长 红色的卫衣 然后黑色的裤子 看起来习庆 可是又没有很土 然后这双鞋我觉得很棒 我还挺想买的 自己也会有小心思在那个腰那里买那种裤链嘛 我跟你们讲 男生的穿搭就是戒指要注意 然后那种卫衣链要注意 还有就是那种裤子的裤链 可以买一些 裤子的话不仅要买牛仔裤啊 运动裤啊 可以买一些有设计感的裤子 比如说上面有很多口袋的 或者上面有抽绳这样整个绑住你的腿的那种 然后拍照的时候 男生一般不是都是这样拍镜子吗 就刚好可以拍出你的戒指 就会让女生觉得你是有用心思在搭衣服啊 我真的看不清 下次发个清晰点 整体既然是白色的搭配 就是浅色系的搭配的话 你的袜子是不是要穿的裸色一点 或者是那种毛线的对对袜会更加可爱一点呢 就是突然露出一截 黑色的丝袜会有点出息 不过整体还是很可爱的 很想为你夹娃娃呢 虽然我夹了20次也夹不出来一次 但是我就是想帮你夹娃娃 I'm slain Oh my god 这是什么东西 你要我评价你的穿搭吗 你的穿搭就是 你的啤酒度和你的啤酒 就是 这个穿搭 有一点点窄窄的 然后小文艺的穿搭了 我觉得还可以了 但是我觉得你 就是拍照的方法有点问题 就是 手机拍照应该这样拍 会显得腿比较长 感觉麦子也腿拍得好短好短 喜欢这位妹妹的穿搭 我感觉就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孩子 喜欢酷酷的女孩子呀 所以你是哪一个呢 我觉得这两个都很棒 穿的也很精致 我觉得就是没什么好挑剔的 就是挺好的 就继续抱持吧 还有一点酷酷的 你穿这种裙子 你穿这种衣服 你不应该穿在膝盖这儿的裙子 会显得自己整个身体的比例变得不好 外套往下拉 就是很紧的话就不要往下拉 这样子会看起来像 算有点过分 但是是5比5了 妹妹 我还想帮助你呢 姐想送你衣服可以吗 这个美中语有清晰点的涂 这样总比刚刚好多了 总比刚刚那样 5比5好多了 好太多了 多穿 你知道吧 就穿这种高腰的裙子 就会显得自己腿长 就不给 别给我穿那种到膝盖的裙子了 这个穿搭就是没得挑 这位妹妹知道自己穿什么好看 穿什么可爱 然后拍照的话也很可爱 看就是这种 学到了 姐学到了 东施绣瓶 好可爱哦 如果你当那种 卖衣服的店主 会是我想要关注的类型的 我喜欢穿羊高服 穿得好看的女孩子 我觉得你很棒 就比较学生 然后简单 但是又有一点点自己的小可爱 我还喜欢穿卫衣 好看的女孩子 穿卫衣 穿阔腿裤 这位妹妹呢 还可以吧 但是我觉得感觉她年纪挺小的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些 更可爱的穿搭呢 感觉她现在这样子穿 感觉像是过于成熟 像是小孩在穿大人的衣服 不过也还不错 腿特别好看 就看起来很性感这样的女孩子 但我觉得就是 衣服啊 可以就是放一点腰带什么的 不然就有点 有点 有那么一点点就是肥胖你知道吧 就可能自己本来没那么胖 就这张就很好呀 这张就很好 对呀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粉丝 特别可爱 卫衣加衬衫加领带 就会让人有一种 学生随意 可是又非常好看的感觉 就会有一点小帅气 然后这个好可爱 太可爱了 太幼稚了 有点像樱袍小蓝子 小学姬 带发带的话 真的需要勇气吧 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戴发带好看 我个人不是很习惯戴发带 因为觉得自己好像戴发带不好看 所以一直都很羡慕 那天戴发带好看的人 哇 这位妹妹爱了 妆感是那种哑光色系的 然后穿那种西装 就很让我喜欢 然后那种随意灵化的卷发 就爱了 妹妹我爱你 好看 然后我觉得 袜子也挑的挺有心思的 就可能 可能看起来像是那种 就是出门前随意抓了一把的袜子 但其实 还是有点心思在里面的 然后 整个拍照的pose 也是非常放松 就是给人一种很慵懒的感觉 就很喜欢 大哥 这是什么东西 你是要给我看你的穿搭 有多好看吗 这个登山靴 加上这个登山包 加上这个雨衣 加上这个斗笠 真是绝了 我以为我在看一幅 古代花 可爱 这张正常多 以后还是这样穿来见我 千万不要带斗笠来 就很好看 先不管他的穿搭 我觉得他的pose就很专业 跟他旁边这个人一模一样 我都分不清 哪个是他 哪个是雕塑呢 就很可爱 就希望他不能穿点 日常的穿搭 不是这种登山服 我真的服了 是个有责心的小胖子 是一个很适合穿卫衣的大胖子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穿穿 我觉得他们还挺会穿衣服的耶 就是能够根据自身的条件来穿 好了算了 我不要再说了 哦好看 很适合你 我觉得就是宽宽的背就应该穿棒球服啊 这位妹妹 首先 绿镜好看 其次 里面穿的我也有这个卫衣 然后我觉得牛仔裤的话可以换一换 这个不紧又不松 就是有一点 就感觉就是家中的很尴尬的感觉 我觉得换个牛仔裤会让自己更潮 然后这个包也换一换 换成腰包会好一点 对 这个马尾嘛 就马尾可以粘的 要么再高一点 就会摆脱一些学生的气息 就会变得更加像朝人靠近 首先这个包好可爱 我在哪里买的 可爱 然后就是那个衣服的话 我觉得可以就是搭一个腰风 会更加的时尚一点 但是日常的话这样穿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妹妹可爱 嗯 我好喜欢这些 但我觉得就是中间那个 系的那个东西有点没坠了 我觉得好像不太适合搭裤子 搭裙子的话会更适合这一件 多一点 好神奇 然后女孩子穿粉色 还是非常少女的 哇 这是什么神仙穿的 真好看 就 就是一个很有品味的粉丝啊 然后这个鞋子吧 我也很喜欢 我之前也很想买灰色的Colores呢 然后这个裤子我也很喜欢 这种大大的卷边 然后这个衣服也很喜欢 我全身都很喜欢 这真的是我粉丝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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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转转转的粉丝太优秀了 比你超多了 这个也太棒了 专把方巾系在自己的腰包上 这是什么神仙搭配 就是好精细 好细心 好厉害 没什么可挑剔的 这位同学我有个不请之请 请我可以说吗 那就是 请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穿这么紧身 看起来弹力满满的裤子 就是把你的臀线包裹得非常好 我觉得男孩子这样穿的话 就会有那么一点一点 你的上半身还是挺正常的 看你上半身像个男人 下半身就像个 就没那么男人了 就是对 不要觉得我毒舌 我就是说出我那些想法 我是真的想帮助你们 因为你的裤子看起来真的是太紧了 还要穿九分 嗯 不错 看出来这只虽然体型有点小胖胖 但是很好地遮掩住了自己的 就是身材缺陷 我觉得很值得效仿 而且是我非常喜欢的穿搭 我爱小胖 这是什么国外海关 不是国外海关 国外海规标准穿搭 感觉再拿上一个电脑包 就感觉像是经常在机场走的人呢 好想改造你哦 好幸福哦 你是想要给我下穿搭 还是想要给我说你 带了三个女生去逛啊 环球影城 你真了不起 如果是想扇这个的话 我觉得你做到了 然后你还要摆出那种老年模特队 leader的感觉 这样子插腰 你的腰绕程度已经远远的高于其他的女生 你就是那个最性感的 slay 你下次见到我的时候这么穿我一定大声叫你一句大歌 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这种好像是那种闻着龙的那种外套大金面子 紧了巴拉的牛仔裤 鳄鱼皮的公文包再加上镶着某钉的皮衣 哇那简直就是经典中的经典 黄金战甲啊 五件套 一直都拥有 这个挺好看的 就前一阵子就是很多人穿迷彩裤 挺跳脱的一个颜色 挺容易穿的出彩的 我觉得个人是比较喜欢迷彩裤的 配上一个纯色的上衣就会让自己变得潮了 就是其实有那么一两件单品是 只要你穿上去你整个人就会看起来潮一点的那种 也是有的 我觉得迷彩裤就是一个 这穿的超好看啊 是我喜欢的格子加紫色 然后再加上可爱小包 这样的女生简直就是人间少有 然后她把自己穿的就是感觉腰线也很高 显得整个比例非常长 非常棒 可爱 可爱 太可爱了 我觉得大家优秀的穿搭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我没有办法全部都给大家看到 就非常感谢大家这么这么踊跃的参加这次活动 有到就是有让我意想不到的人 也有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吐气未脱的人 但是我可以慢慢改造你们 就是只要跟随杨姐的步伐 跟随杨姐gogogo 你就可以找到时尚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大家常投币点赞 然后加入我的应援会385250797 这样子的话有活动的话还可以一起参加哦 然后个人是非常满意这次的视频的 我觉得就是让我了解了大家 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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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里再厉哦 就是这样哦 下次有活动的话也一定要有月餐 一定要咧